近日在中国的北大校园内突然挂出了多幅网络热词书法作品 其中包括了前党魁江泽民早年被网民恶搞的名剧《图样图森破》 但这些作品随后被校方悄悄地撤下 《图样图森破》是江泽民在2000年董建华访问北京时 现场发飙突然大骂香港记者时说的英文 《图样图森破》随后港媒集体反呛江泽民 将他这一丑态的视频发上网路 谴责其心虚和傲慢 江的英文也被网友恶搞 成为他标志性的政治笑话之一 新唐的电视采访报道